嗨 各位好 我是沙皮 這次我要與章魚 阿絲還有比利 以及好多好多的夥伴 發起一個新的遊戲挑戰系列 我們要在一座神奇的孤島上 努力的生存下去 這裡四面環海 有冰冷的雪地 炙熱的火山 氣候宜人的沙灘 還有深邃戰力的深海地層 當然也少不了恐龍 嗯 沒錯 就是他們 還有這些恐龍 這裡是一座上古時代的孤島 什麼遠古的恐龍生物應有盡有 難而究竟我們為什麼會在這也不知道 只知道某一天忽然失去的意識醒來就在這裡了 呵呵 在這裡沒水沒食物 全部從零開始 馴揚恐龍和遠古生物戰鬥 與硬派的大自然和平共存 當然 無時無刻一定要保持警惕 不然就會直接上命 我們要在這裡好好的生存一百天 完成這項挑戰 嘿嘿 如果是這樣那就太容易啦 我們要在這一直生存下去 同時累積所有物資發展科技 探尋島上最神秘的方舟 挑戰裡頭最強大的BOSS 挖出背後的秘密 踏破這張地圖 前往更高的區域 究竟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手上的這顆到底又是什麼東西 還有為什麼無時無刻都在 OMG 這裡是我們新的冒險舞台 充滿野性的自然生態 綻放遠古色彩的孤島世界 同時也是大家熟知的一款遊戲 方舟生存進化ARK 第一天沒有的開始 為了建造安全的生存環境 我開始跟Billy開宅物資 石頭啊 果實啊 木材啊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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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一般生存遊戲 都會用到的東西 你們懂的 而這段時期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枯燥乏味 但...對我來說反倒是有種療癒感 當然有時候也會發現一些 呃...蠻有意思的東西 那個叫什麼 哇 這是什麼東西 哇 這游泳方式也太屌了吧 我的天啊 這就是ARK 至於飲食方面 水源呢很簡單粗暴 隨便找個地方直接喝就對了 管它海水還是淡水 嘿嘿 吃的食物很簡單 直接狩獵就處理完畢 只是這個過程嗎 痾...你們看就知道了 物件用對我們來說算... 噢~~ okok 喔 哇 武器壞了 直接按 喔 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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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插到它的身上 問題是你武器被它拉錯了 阿~~我的貓 哈哈哈哈 你好笑喔 喔 咬了 咬了 欸嘿嘿嘿 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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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新手上路嘛 嘿嘿 那目前這時候算是剛把伺服器開起來 跟比里一起測試一下 齁齁 跟你們說這個伺服器真的很不好開 真正搞了我三天的時間 噢我的天啊 總之大致上確認了伺服器沒什麼問題後 剩下的就是等待要挑戰的人上線 開始這次的挑戰之旅 然而此時的我都萬萬沒想到 這一次的挑戰真的非常的硬 有太多真的沒辦法說明的 看下去就知道了 OK 欸我看到你了 你長這個樣子喔 欸 你好 這位叫做章魚 一位非常瘋狂的男人 時而搞笑 時而瘋癲 是團隊中 呃 開心果的存在 等等 奇怪 為什麼我的日記會這樣寫啊 明明是一個很白目的人才對啊 哈哈哈哈 我幹出bug欸 另外這位叫做阿斯 有點琢磨不定的少年 說認識多認真 前提是 他有興趣的話 同時是我們裡面 對這遊戲的認識比較深一點的人 之前有玩到焦土這張地圖 喔對了 怕有不了解的人 稍微跟你們介紹一下 ARK這遊戲主要共有六張地圖 目前玩的這張呢 叫做孤島 那後續依照地圖主線的話 下一張呢 就是所謂的焦土 再來是 畸變 滅絕 創世紀 1跟2 呀沒錯 我們要一路玩到最後一張去 當然前提是要撐得下去啦 同時也要看各位觀眾的支持啦 希望這影片的觀看可以突破一萬 最後一位就是Billy 任何遊戲上手的速度都相當的快 過後面 因為這遊戲的建築不相當多BUG 被氣到暫時退坑了 哈哈 但是還有斷斷續續的在玩就是了 當然後續還有很多位夥伴會陸續加入 到時候再慢慢介紹吧 總之 目前就是以我們這樣的組合 先開始進行 一開始呢 我先按章魚 慢慢摸索這遊戲 搞製作 搞工具 到處跑到處崩 後來我們決定 先來去抓智龍 呀沒錯 這遊戲最經典的就是抓龍 抓到的都能成為寵物 拿來戰鬥 或是幫助我們在生存上的一些琐事 養得好 甚至會伴隨著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存在 而後我們兩人再準備好所有物資 就直接上路 阿絲跟Billy 則是在家裡 繼續擴張基礎建設 嗯嗯 分工合作 嘿嘿 然而正當我和章魚踏出門口不久 就看見一隻無齒一龍飛了下來 當下我馬上掏出流行鎚 開始執行抓捕行動 可外面想到事情卻不是很順利 哈哈 來來來來 打起來 打起來 欸來打他打他 不是不是 用拳頭用拳頭 欸 欸 這這這這 拳頭 拳頭 打起來 打起來 喔有了有 這樣就好 欸對 啊 你這個來 你把他打死了 OMG 嘛 大家都新手上路嘛 難免會有一些意外 接著 鬥中專長 這家附近晃了幾圈 的確又找到了一隻 不過 喔來來來 我看到了 你這次下手輕一點 我把它固定 OK 不要太激動 OK 可以 不要好 喔來來來 他準備向落 他準備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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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欸來 揍他揍他 揍他揍他 揍他 不要不要 不要彈刀 不要彈刀 別彈刀 喔可以可以可以 OK 就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 比如說 欸 我 我 我在空中了 靠北 那我總是跳不下來了 欸 等一下有小隻的 有小隻的 哎呀 我看啦 他恐龍的欸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幹 臭恐龍 走開走開 小恐龍 反正那隻 五齒一龍 五齒一龍在 欸 在哪裡 五齒一龍 他被 他被刺掉了是不是 他被小恐龍刺掉啊 痾 這開頭真的是多災多難啊 經過這次的失敗後 我們兩個強忍著吃弱的情緒 在附近繼續尋找 然而卻一直看不見 五齒一龍的身影 好在經過一番努力後 終於再度找到了一隻 頓時兩個傢伙 像是看到寶一樣 既興奮又害怕的衝了上去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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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終於 可以安心的 馴服一隻恐龍了 沒錯 要馴服一隻恐龍 就是要先將其急暈 或是麻醉 接著再慢慢的餵食 他喜歡吃的東西 就可以慢慢順利訓養了 但這過程也是不容易啊 馴服一隻恐龍 訓養進度要到很高吧 有沒有他不是有一個訓養進度 有沒有 所以要今天要照顧他 然後不要給其他小怪咬他是不是 對我們要在這邊顧 喔 OKOK 然後我們還要注意就是 就是你打開他的那個物品欄 有沒有看到他有生命值啊 那些啊 水分啊 我們不能讓他就是 死掉這樣 等他吃了 欸 兄弟快吃喔 總之 馴服一隻恐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也是整個遊戲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時馴服好的恐龍 後續也可以再互相交配 生出他們的後代 照顧好他們 透過這樣的過程 能讓每一隻恐龍越來越強大 是不是很有趣 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OK了 啊 耶 把你的了 他是我的啊 他正在跟隨大雞雞章魚啊 有沒有他會選正在跟隨啊 一陣子你 你要不要先讓他下來啊 因為他是你的鞍嗎 有啊 給章魚體驗一下他飛的感覺 我要如何把他 撞下來啊 你要 對他按1 有沒有 裝備安已其Teren有沒有 啊 這我附送太重我也不可以一齊塔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ok 可以你等我一下我丟出來 丟出來一點 然後騎塔 唷水啊 哦 然後 對對對 對對對 喔哦 喔喔喔 飛起來了飛起來了 喔孩子 我飛了 男人之間的樂趣就是這麼的樸實勿華嘿嘿 總之目前夜色降臨現在就是要先將這隻 辛辛苦苦訓服的無慈一龍帶回我們的住處安置 等待天亮後再出發尋找更多的無慈一龍 以保證之後我們在地圖上移動的便利 天色一亮又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这一天我们决定全员出动 一起在地图上四处寻找这些飞虫 一开始没什么收获 家里对面的平原上 到处都是富杰龙啊 或是大地蓝 以及一堆 呃我们没有看过的龙 后来又转了几个山头 我事先找到了一只 而后阿斯也在附近找到了几只 趁着这个势头 我们大伙们就这样分头四处 将这些无齐翼龙慢慢驯服 当然全数都处理得差不多后 时间也瞬息而逝 又悄悄的来到了夜幕 正当我们将全部抓好的无齐翼龙 暗制好后 此时却发生了 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这件事情也有点怪我嘴见吧 其实在游戏初期 我们家附近有几只三角龙 我有跟阿斯说 哎哟这三角龙好帅啊 有点想要 然而就因为这句话 引发了一场极其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剧 下边你说你要三角龙 我不知道三角龙干嘛 我感觉很酷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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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刺激吗 这么刺激 他不是很强吗 打到我了啦 三只 全部打在一起什么 哇哇哇哇 你们在那里 我感到我感到伤害了 我已经不知道他在干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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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天 总之到了隔店 我们又又又又重振其苦 接着花了几个小时又又又抓了几只翼龙 我的这只呢取名叫做小白 章鱼的则是取名为超级无敌大鸡老 嘿嘿 甚至阿斯还另外抓了一个古神翼龙 是一头可以一次运在三人的前骑生虫 yes 哦哦真的好帅啊 之后又经过了一连串的探索和准备工作 阿斯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 由于目前家中的资源相当匮乏 其中油最为稀缺 因为有了油我们才能有电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 决定要前往现阶段最危险的区域 雪山 我们那时候是 我们那时候是直接 直接杀去 雪 雪山 哇 这么刺激吗 算是有点越脊打怪 跨入危险区域的感觉吧 在那除了会有冻死的风险 也充满了很多相当可怕的生物 是一个对现在的我们来说相当可怕的地方 但为了生活这次赌了 向前吧 各位 经过一番整顿后 阿斯和比利先行出发 我和章鱼则是跟随其后 然而当飞到中途的时候 天色渐渐拉暗 我们两队人马分散了 你体力还好吗 你那边 我很好啊 加上我们翼龙体力也开始不足 必须一定要找个落脚处休息 我的还有一半 我的也有一半啊 慢慢飞好了 飞太快等了 慢慢飞好了 我们男人该怂的时候还是要怂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休息在树上吗 好像有点 好像不可能了 好像有点可怕 好像太难了是不是 我看你觉得下面好 比利要火把吗 没有办法只能先降落于一个山脚 当下能见度真的非常差 顿时恐惧涌上了心头 对 我们要不要在这里 这座是火山 所以我飞错点 我应该再飞过去一点 章鱼你按你的F 帮你家的小飞机升级一下 我火把要爆 好 好 你火把要爆了 好 嘿嘿嘿 我觉得有点嗨 真的很嗨哩 刚刚说一下 你别抛下我啊章鱼 你看你在哪里 我在你后面 我在你后面 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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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真的在黑暗世界 我跟你说 Dark War OK 那什么声音 声音 老鹰 老鹰 要不要抓 我坐一下 我坐下来 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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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倒了 他倒了 我感觉你 离开的话 我接到了 我接到了 诶诶诶 诶诶诶 想先飞下去一趟 诶诶诶 你在这里 我在你后面 我在躲他 你下去撿 我是你的 放大 我做不了事情 你按你的滑足 左键可以躲他 用你的龙躲他 啊 我帮他看一下 有啊 有一只 没力气了 等一下 我的小白 我的小白 我的脚背 结合 合体了 大丈夫 大丈夫 我们互相躲他 打他应该打死 OK 走走走 被打了被打 经过一番混乱后 我们马上起飞 离开那危险的三角处 就这样我和章鱼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 靠着微亮的火把 磨黑前行 说真的 当下心情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生怕在脚下的黑暗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一把把我们拖下去 将其吞噬 不过 基本上都是心理多虑就是了 这游戏的带路感 真的是夸张啊 就在心中 还在战斗时 天色逐渐变亮 一切光景 也慢慢映入我们的眼帘 雪山 就在眼前了 位置也和阿斯他们相当接近 可正在我们欢喜的时候 害怕脚下有东西 会攻击的这个顧虑 却真的发生了 哇哇哇齁 哇 哇 一CD 哇哦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infectious 哇哇哇哇哇 哎呀羽毛啊 哎呀羽毛啊 快跑 哦 哦 老闆 哦 我干我一直到天 Directly 被他推 你在这前逐不到 你 voilà 啊 完了完了 完了 小白 小白 打我打我接到第一怪 哇哇哇 我在打羽暴龍 不是 有被狼 被狼那個 啊幹我家小白是不是 OMG OMG 啊 那邊白狼 打完了我死了 這一次失敗 損失慘重 再一次兩隻翼龍死去 物資和裝備 也都遺失在那危險的地獄 阿斯安比里的狀況 也很不好說 由於東西太多 重量過重 無法把東西全數運回 加上因為過度寒冷 兩人正處於持續扣血的情況 只能依靠微弱的篝火 暫時緩住 此時整個挑戰團隊的心情 相當低落 或許要放棄了 正當大火激烈的討論下 我打開伺服器的死亡訊息 赫蘭發現 小白居然沒有死 這次希望的女神 或許站在我們這邊了 沒錯 在那一場混戰中 小白逃跑了 逃掉了那群野獸的追捕 目前或許正盤旋於那邊的高空之中 或是在某個地方 正等待著我們去接他 那麼這邊呢 稍微前情提要一下 小白會有這個情況 其實也要歸功於前面的那場 三角龍事件 由於當初會死傷慘重 就是因為我們的恐龍 都沒有設置所謂的動作 全數看到戰鬥 就會直接主動衝上前 而小白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 我將他設定成被動逃跑 只要遇到危機 跑就對了 那我卻忘了這點 哎呀 下屁你這把雞 總之簡單裝備一番 我馬上騎著家裡剩餘的翼龍 前往救援 同時也計劃著 就到小白後 要立刻奔向阿斯他們那邊 將貨物還有人一次運回 這一次的行動 不能再失敗了 路途中 其實心裡真的非常焦急 生怕螢幕的上方 會忽然跳出擊殺的紅字 每一次的降落休息 都讓人等著著急 每一次的升空趕路 都讓人想快點前進 這一段路 感覺有如幾年之久 最後終於是飛到了 當時的死亡地點 我著急的四處尋找 吹著口罩 試圖可以引出小白 然而兜兜轉轉 卻還是不見他的蹤影 好啦 就算東西如果真的不見了 你覺得小白還是要拿回來嗎 小白重點 小白才是重點 寵物要講 拿回來先 哦 素材隨機可以再做多一次 小白 小白 最後終於是在一個山藥處 看見他了 哦我看到小白了 哦小白 哎乾 可是那老鷹 靠北 等一下 小小小小 小白 小白 GOGO小白 你想來是不是 我小白哦 這一次的救援 算是成功了一半 接著我馬上越過山頭 前進阿斯他們的所在地 此時夜色又要再度降臨 救援難度再次提升 黑夜中伴隨著語音的溝通 和四處的尋覓之下 終於是看見了微弱的火光 找到了 哦看到你們了看到你們了 有了 我來了我來了 小 有 Billy 你要不要請看小白 起小白這隻 我們三人經過一番分配後 也順利的將所需的物資 放上了飛蟲 接著立刻起乘反家 離開這個鬼地方 哦幹 真的假的 我飛得好慢哦 你在哪裡 可以可以可以 我飛得動我飛得動 只是會比較慢而已 反家的途中 當然也一刻不能鬆懈 畢竟翼龍們的體力有限 中途還是必須要降落休息 加上貨物再生 每一次的降落 真的都是膽戰心驚 應該這不會突然爆出 爆出來 哦不會吧 哦 不會啦 有一點冷 好好好 有一點冷 好 好 經過了漫長的飛行後 是將所有貨物運回家中 小白也順利的營救成功 同時有了這些貨物 也能夠讓我們目前的生存進度 稍微拉快一些 當下緊張的心情 和心中的大石頭 終於是放了下來 真的是很驚險 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何要去做這些挑戰 為何要讓自己玩得這麼艱辛 或許只是為了達成一些成就吧 方舟這遊戲 嚴格來說的確有難度 但跟著夥伴一起度過這些困難 那請不是一種很棒的成就感嗎 同時 經過這一次的事件後 學到了很多 對這遊戲也徹底改觀 很多事情真的要三思在先進 不能說賭就賭 說衝就衝 任何一個決定 都會對後續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 像這血緣那群怪物 大概就可以知道 後續還有很多很可怕的困難高牆 在等著我們 然而怎麼突破 以及怎麼面對 也是一道難題 同時也意識到 或許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隊員加入進來 才可能會有突破的機會 但是 何時會來也是一個未知數 在這一片孤島上 究竟我們要如何生存下去 成為了我們目前當下的目標 這樣開心瘋狂的生活 又能維持多久 隨著時間的消逝 或許將會迎來艱困的開端 也說不定 但我們心裡都深深的知道 現在的一切 都是為了後續 所做的準備和練習 在過程中 是